每一种总是以老板以家前任性著称 尽管不符合当下她的身份 说实话这姑娘表现虽然还是不错 但期限的价格都已经算高的了 每一种非要忏悔一下 其实我觉得未必是会人不倦 也有可能是毁人不倦呢 那如果是在会人不倦和毁人不倦 连终可能性之间 你愿意浪费哪一个机会呢 万一呢 如果说为我 贺辉这么优秀的人 如果错过了呢 你怎么看 你何以见得会错过呢 OK 错过就错过了是吧 他已经错过了 别急啊 我们要相信贺辉是聪明的 你自己选择吧 你现在做出一个选择 是否愿意让梅向荣 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钟考虑 你的结果是 坚持这两位 OK 你为什么不选那个可爱的小胖子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最开始我有几个意向的企业 然后得知今天到场的各位 我的一项企业是 岳总和梅总 还有朋友印象 然后最后面通过几场看来 我觉得岳总对于我格外的关注 那么综合考虑 就是我可能会坚持 最后为我留灯的这两位 哎呀 何惠你知道我什么心态吗 我真的是觉得 我自己失去了一个人才 哎呦 你以为啊 你们两之间可以用一句对话来形容 你以为他对你一见钟情 其实他不过是见色奇异 你以为他对你一往情深 他不过是权衡利弊 他给这个薪资 确实在他们公司 并不算是一个很高的薪酬 他是个网络教育的 但对于我们今天候选人来讲 他是需要有一根带他 他现在是个小白 他自己独立没办法完成 你那家公司的工作 这是我的观点 这一万五的确是不理性的 我们看一个选手 真正尊重一个选手 不是拿钱 是尊重于他的能力 能够给企业带来的价值 你有钱是你的事 我不一定要 关键是要看拿多久 好 考虑十秒钟决定 是否愿意让行帅 来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你的决定是 不换 不换 掌声应该再热烈一点 我认为90后能够在金钱面前 抛弃自己的欲望 审视自己真实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克制的行为 七千 七千五 来 也就这样心愁满意吗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两位工作地点都在北京吗 对的 在北京 没有问题了 来 把另外一盏灯亮起来 没有薪资 超过于七千五的 有没有 八千五 把针都灭了 来 为什么叫他八千五 第一轮离开就是因为他想去教育机构 我就离开了 其实我特别喜欢你的生活情怀 和对美食的喜欢 以及艺术的审美 你应该知道我是做什么的 咖啡机就是做时尚生活方式的 所有爱美爱生活 把产品做得美美的 这是我们要的感觉 好好想一下 要不要让他来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 你的答案是 你的答案是 还是不要 不要代替 为什么 我觉得一开始的选择 应该是没有错的 一开始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认同自己的初心 420 420 这也差不多 好 把境外纠缠 这位是男士不是女孩 来 420的理由 我觉得你就你的这个 这个过程 还有你身上表现的特质 他说我看好你 我从我自己销售销售金牌 从我的眼光告诉你 好 你要不要听一下三位专家的意见 好 我提醒你一下 其实现在的求职动机可以分为这三部分 第一个是你的爱好 第二号可以考虑你的优势 第三个就是考虑它给你带来的价值 然后我感觉你是不太能为价值驱动的 你就想一想你的爱好和你的优势 你选择哪个 行 考虑十秒 是否愿意让他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师妹 你的选择是不 不代替 为什么 因为就像刚才人力资源专家说了 我现在更选择的是一个行业 还有就是因为420 现在不能创造420的价值 我不选择 你这样呗 你今天已经两次420都失败了 你说一下失败感言呗 其实呢 我知道其实对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给的工资应该起行是505 我不敢开那么高的原因是因为 我前半已经开了高了 吓跑好多人了 其实我们应届毕业生 我们的薪酬 你去查一下 百度我们去年跟前年开出的薪酬 就是505一天 就是101起薪的 姚一波 你来第几次录制了 我已经录了十几次了 你招了几个人 我一个人没得到 而且没有人选购我 为什么呢 我这个loser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老是一副屌铛 不正经的样子 不是 这个6500是底薪 我们的五险一斤和 整个的住宿和吃全是免费的 你的职位随着你的薪酬 都是不断在提高的 谢谢 谢谢你 来 所以你的选择是 TimVision还有私部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 谢谢再见 谢谢 很奇怪 我想死得明白一点 两个不成熟的男人吗 为什么 是因为地狱吗 我有点晕 就是 我现在 你开始说你太能说了 没反应过来还有一点 对 你说的话太怪 你随便选一个 你尝试一下吧 不行 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他是没有明白这个感觉 因为这后他们给的都不是他需要的 这样小齐 我问你句真心话 如果台下他找你还想去 你同不同意 同意 你说完算话 不再这么聊的 拒绝了就拒绝了 这个舞台 这个规矩是这样子 没关系 舞台下可以聊 这个谁也控制不了 舞台上 做什么都要符合规则 舞台下 你们怎么聊 我也拦不住 但是我就不明白 你作为一个推荐人 你居然说出这样无知的话 你说既然你没明白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 什么叫随便选一个 他要他做出的选择 他就一定要负责 他没搞清楚 他宁愿不选择 这才叫负责任 为对他人负责 对自己也负责 那